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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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不不不 搞錯了 為什麼廁所永遠都那麼臭 有積骨特子 還有水 我也是想安安落落的進行爆石工程 不行了不行了 我真的要馬上換上去 但我現在就去 嘩好多馬桶 嗨靚仔 嗨靚仔 是你了 MIRRING的馬桶 有些八哥的 但是這麼多座廁 怎樣分類怎樣選好 有人幫到我就好了 有沒有東西可以幫到你 我想問 廁所這件事 其實它們有沒有什麼分類 那其實最大類 可能是會分分體式座廁 也會有連體式座廁 分體式座廁 你會看到水箱和座高中間 會有一個連接位 需要靠水箱螺絲 把它連接 而一體式座廁 它是整件燒出的 所以你會看到連接位 清潔起來會簡單一點 但是相對來說 一體式座廁價錢就會高一點 其實廁所除了外形上的不同 功能上有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其實沖水系統都會有不同 香港普及的廁所 我們會看到是直沖式的座廁 其實市面上都會有一些 叫3D Toledo 船摩式的座廁 它沖水的方式 就會跟直沖式的廁所有些不同 讓我帶你去看一下 好 這裡有齊了直沖式和船摩式座廁 讓我們現在考慮一下 現時的市場上面 直沖式的廁所會比較多 它會有更多的洞洞 做一個沖水的 完美就是順時之間 將水流沖走 就好像我們拿水桶 將水沖走這些烏雜物 市場上面其實有 漩渦式的座廁 水流就會從模棱內壁 和一個水風那裡出水 形成向心力 然後以旋轉的水流 將這些烏雜物帶走 沖水量都有很大的分別 傳統的直沖式廁所 沖水量是六星或以上 一般省水的型號 都是做到三星和六星的雙沖水 而漩渦式的座廁 其實是做到三星和四點八星的雙沖水 省很多水的 沖水的覆蓋範圍方面 直沖式廁所 因為洞洞和洞洞之間 都有些少許距離 所以容易出現死角 而漩渦式座廁 可以全面覆蓋整個廁所做一個沖水的 不如我現在做個測試吧 好啊 這一個就是傳統的直沖式廁所 我已經加了一些顏色水 然後我們就放了一張白紙在這裡 我稍後會沖水 看看它有多少水點會飛上來 可以模擬到平時我們沖廁蓋上廁所的情況 那我們現在沖了 好 好 我們現在看看 看到有不同大小的水點 不如我們現在做船窩式的測試吧 好啊 先看看 真的沒有的 水點明顯就會少很多 是時候清潔了 先拆它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為甚麼 它要清潔 那裏有漬 其實我們都是建議客人 用軟布 還有中性清潔劑做清潔就夠了 千萬不要用這些硬毛去拆 為甚麼 會弄傷陶瓷的表面 所以尖銳和硬的東西 都不應該用來洗廁所 那如果它的穴隙有漬 那我應該怎麼辦 其實我們的船窩式廁所 是用了無靈耐壁的設計 其實這裏是沒有死角的 所以你任意都可以在這裡做清潔 那就很擔心 這個廁所 它是加入了Civiontech的技術 令到塗層的表面更加平滑 就沒有那麼容易像骯髒的東西 清洗或者沖水的過程 表現會更好 直沖式廁所 你會看到這裏 其實它的出水洞都藏在下面 所以如果清潔起來 要注意一點點 出水洞這些位置 用軟毛的產要定期清潔一下 我身上只剩下幾格紙巾 那我怎麼辦 怎麼辦 其實因為它是有一個清潔身體的功能 清潔完之後 它也是有一個乾風的功能 幫你吹乾身體 但是也是需要用紙巾的衛生那一方面 它的棒棒每一次用之前和之後 都會幫你清潔一下 用之前它就會用清水幫你洗一洗支棒棒 用之後它會用一個電解水去幫你做一個消毒 你走過去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變潛的噴霧 噴一噴個陶瓷面 令它濕潤一點 那些髒東西就沒有那麼容易黏住陶瓷 以及容易沖走 用完之後 其實它也會有一個電解水去抑壓細菌 那你沖水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多細菌沖上來 但是 還是要關上廁所板 蓋子好沖廁 這是一個座座感應器 一坐下來 它就會開始清潔之棒棒 那個脫臭機都會自動打開 那如果男士去小便的時候 那就要手道揭起第二塊板 其實你可以用遙控把它揭起 這裡也會有一個感應眼的 它可以知道你離開了之後 它才會關上座板 和面蓋 但是我個人本身比較難 我連觸碰的座廁都不想 我不想沖廁 那你就要選一體式的自動座廁 因為它懂得自己沖廁 除了有清潔身體之外 冬天的時候 它也有一個暖板功能 可以暖住你 這樣去廁所就會更舒服 就安裝這個 Brian 我真的很喜歡馬桶 但其實不一定可以安裝到這種馬桶 首先我們要了解 你家裡的排水喉 究竟是由長身出 還是由地下出 有分高咀和低咀 首先你要留意 究竟你有沒有螺水供應 還有有沒有電源供應 就是你座廁的鹹水供應的位置 會不會和你的座廁有衝突 例如有些座廁的裙尾 是去到長身的 可能會和你的鹹水喉有衝突 所以要裝修的時候 你和裝修師傅說一說 他們就會幫你作出商店的安排